第二十六题 如果道场建设条件比较优越 注重于如何保持学习佛陀以苦为私的教会 以苦为私是自己的认知 如果对于佛陀教会没有去学习 没有去照做 你永远不懂得什么叫以苦为私 道场建筑得很好 在里面注重修行的人 能不能像古人一样 规规矩矩地在那个地方修学 我在没出家之前 跟参元发自竹毛棚 晚上八点钟睡觉 是不是 早晨两点钟起床 是不是 为什么八点钟睡觉 山上毛棚里都没有电灯 所以吃过晚饭的时候 天黑了 坐了晚饭之后就睡觉 两点钟起床 两点钟起床 这实际上是多睡两个小时了 佛陀在世 睡眠的时间是四个小时 中夜睡眠 四个小时是十点钟 十点钟睡觉 年龄中起来 参元发自来是给我规定的 我们毛棚只有五个人 八点钟睡觉 年龄中起来 起来洗洗淋 数字口 做什么功课呢 拜佛 拜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拜佛的速度快慢不一样 我是拜三百多百 拜得快点 可以拜到四五百百 那时候跟我们住在一起 大宗法师 他拜得快 他一天拜一千二百百 我们是一天八百百 那么到四天钟 我们就开始工作了 我是常住的义工 下厨房 烧早餐 参元发自的早餐还挺烤旧 每天早晨 早晨的时候 要吃豆浆 所以我们要去磨 自己磨 磨豆浆 豆浆里面加花生 西饭煮开了之后 豆浆 连豆渣 一起放下去 再煮开 很香 很好吃 我替他做厨房 在山上 在山上种菜 调粪 山上是烧灶 每天捡树枝 扫树叶 做燃料 水山上有个泉水 距离也相当远 我们用柱杆 把柱杰打通 做成水管 把水从山上引下来 水就不要跳了 照顾 三位出家的法师 还有一个老先生 住进这位老厅室 我那个时候三十岁 他七十岁 当然不能让他做事情 所以山上我一个义工 照顾四个人 还行 那么寺庙富有 也能不能过这样的生活 真正如法 每天学习经教 持戒 守规矩 我们现在说要求 彼此规矩 感应篇十三一 要百分之百做到 我们的功夫才真正会得利 如果做不到 功夫自然不得利 所以从根本上去扎根 所以从根本上去扎根 那么不得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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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